這個工作跑步快不能當 每天上班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大忙人和大懶人的最佳幫手 手機是這個工作最好的朋友 要拼得過最強生物歐巴桑 根據這些線索你們有猜到任何最近興起的職業嗎 今天我來到大賣場要介紹給大家的新興職業 就是生鮮代購員 哈囉 我的工作內容就是在賣場裡面東奔西跑 幫客人採購他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及生鮮產品 因應行動網路而生的生鮮代購產業 強調消費者只要在網路下單 自然會有人幫你把生鮮商品送到家 美國著名的生鮮代購業者 在三四年之間就被富比市評選為 2015年最被看好的企業 宅配物流商機上看300億元的台灣 直到近年才開始有快速配送的 生鮮代購產業進駐 我當初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朋友找我進來 然後當初覺得有趣新鮮 好玩就來了 柏君告訴我 生鮮代購業雖然只是幫客人買東西 但這工作仍然具備一定的挑戰性和專業能力 我們的標準流程裡面 一個品項只能花兩分鐘的時間來尋找 所以這個時間是最大的敵人 生鮮代購業標榜的賣點 是一小時內可以幫你宅配到家 所以代購員在超市或大賣場駐點時 隨時有可能收到訂單 也就隨時要準備幫客人快速購物 欸 我收到手機的訂單了欸 才五樣東西而已 看起來應該不太難吧 我們爺家就來比賽看看囉 不是 這是 這是哪裡啊 這裡應該有止尿布 好多啊 我沒有買過止尿褲啊 每個都是寶寶 實際體驗才知道 要在賣場幾萬種商品中快速找到目標 確實不容易 像我因為不熟悉賣場動線 光找商品就花了不少功夫 等到全部買齊十分鐘就這麼過去了 至於柏君就老神在在多了 連小跑步也沒有 只花七分鐘就完成了 基本上我們接到訂單之後 一定是會先看品項的內容 我們一定會自己先規劃 然後裡面一定是乾貨先拿 拿完乾貨之後再來拿生鮮 生鮮的部分也有冷凍冷藏 那我們必須確保客人拿到的新鮮程度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話 也是因為生鮮不能擠壓 柏君說他最高紀錄是要在一小時之內 買完六十樣商品 所以一定要懂得規劃採買動線 才能提高效率 此外代購員也要替客人挑選好的生鮮產品 我們都會先看他的外觀 然後再看他有沒有被擠壓或破損 像高麗菜葉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先把他外面 拿起來之後先把他外面這層拔掉 拔掉之後然後確認他裡面沒有爛掉 我發現啊不只是很吃體力啊 頭腦也要很清楚耶 其實不只要頭腦清楚細心才買 當現場商品缺貨時 代購員也要隨時打電話和客人討論 建議替代商品 作為一項服務業懂得應對進退解決客人的突發問題 是代購員必備的基本能力 進來這個產業之後發現到說 其實這個產業的商機滿大的 因為現在的人越來越忙碌 也沒有時間出來做自己的採買採購這件事情 雖然生鮮代購員是非常基層的職務 但對柏軍來說 他更看好的是整個快速配送電子商務的發展 這份工作目前我自己看的部分 當然也不是只有採購員這個部分 但是由於這個產業都是新的 我覺得只要肯做 未來一定會有你的位置 代購員的薪水啊是以時薪150來算 每個月大約3萬塊上下 其實不算低 而生鮮代購員比較像是整個產業當中的一顆小螺絲釘 這一切都看得出來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不過追根究底 只要你懂得為客戶解決問題 並且知道事前的規劃 那麼不管工作型態怎麼改變 你一定可以承認